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我是沈维彤 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金融市场 文具联储会拉长升息周期 美股展现韧性 也待望雅谷周四普遍上涨 而台股部分周三巴菲特大麦台积电的消息影响淡化 今天收盘是上涨117.61点 越过15500点大关 台积电的股价是小涨3元 收在528元 巴菲特大麦台积电持股引发各界热议 而台积电在去年第四季 是惨遭多家重量级国际机构重砍 包括老虎基金摩根大通 贝莱等7巨头 也因此错过今年台积电超过两成的涨幅 而对于外界关切大减台积电持股 巴菲特副手蒙德表示 台积电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半导体公司 但它没有说明出脱持股原因 而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夏海瑟威公司 去年第四季是再次老加码苹果股票 同时大砍台积电ADR部位 减持幅度高达86% 研究机构国际数据资讯 IDC预期受到库存调整以及需求疲软的影响 今年第一季全球半导体营收恐怕年减百分之十三点八 而第二季第三季也呈现年减的态势 直到第四季才有望转为正成长 全年营收将衰退百分之五点三 不过台积电的表现 渴望优于半导体整体产业水准 但您关心 2023年声策年会周四十六号是正式登场 除了聚焦生计医药产业的最新趋势 现场可以说是产业大佬云集 包括富邦金控董事长蔡明星 宏基董座陈俊胜 以及何硕董事长佟子贤都到场 对于今年的景气看法 由于通膨高涨消费力尚未回笼 业界大佬是相对保留 美国公布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不过出乎意料通膨没有快速放缓 2023年景气展望依旧存在多项变数 通后膨胀还是相当高涨 供应链也还是在慢慢恢复中 今年应该也是会很辛苦 这个利率汇率股市都很不稳定 财政部公布台湾一月出口315.1亿美元 金额创下23个月以来新低 年减21.2% 电子业明显跌幅扩大 品牌大厂不敢太过乐观 今年消费性电影产品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回升 对上半年大概已经知道 情况没有太好 大概下半年 基本上已经过程调整 差不多已经到回升了 那现在重点在于市场的终端需求 这是现在的重点 足迹总出先前预估 台湾手机出口可能衰退5.5% 何时能见到反转信号 何时董事长佟子贤认为 下半年有机会恢复正常情况 不会 我相信到了夏天 现在因为需要半年左右来 来调节跟恢复 到了夏天 我相信旧的因素大概都会排除 会恢复正常 恢复正常不代表一定好 而是说该好就好 该不好就该不好这样子 但是不会受以前残留的那些库存 那些影响这样子 国际不确定因素纷纷扰扰 非得维持高利率 民众收紧荷包 也都成为终端消费市场温度计 新台记事务专案 省委同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指标的生计产业年度盛势 2023升测年会是正式登场 来自各大领域企业 包括政府产官学界 多位代表出席 尤其今年科技业金融业 也都有大咖参加 前就院上午也是正式通过 再生医疗双法草案 预料生医产业 今年还将持续成长 行政院长陈建仁入影之词 表彰政府对生计产业的高度重视 国家生计医疗产业策进会 举行年度年会活动 邀请政府生医金融各界领袖 企业一堂 顾问身份出席的金融报集团 董事长许盛雄分享四大趋势 除了政府法规逐步松绑 国内电子五哥都在积极 跨入生医领域 产官学界培育优秀人才 加上接轨国际市场 生医产业前景值得期待 同样以顾问出席的富邦二董蔡明星指出 台湾生计医药产业 过去十年蓬勃发展 产业市值从过去的六千亿 成长到一兆三千亿新台币 虽然比起香港的五兆 日本十五兆还有差距 但依旧呈现倍数成长 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 这个生计产业的成长的潜力 也大于金融业 我们也积极地在 方式这个生计产业投资 而且生计产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产业 国内生医产业有望成为下个台湾护国神山 行政院会十六号也通过 攸关生计产业发展的再生医疗双法 包括母法再生医疗法 与再生医疗制剂条例 都渴望为再生医疗产业注入强行征 新台阶史湖中和审慧同台湾台北报道 好 再来聚焦内政部规划住宅三件政策办法 落实居住正义政策 而今天行政院拍板 只要符合补助的资格 每一代款户提供一次性三万元的补贴 预估全台将有五十五万户受贿 另外呢 已经在实施的租屋补贴机制 也将松绑申请条件扩大办理 台湾央行去年连续四次升息 以房贷一千万元计算 每月负担足足增加了三千元 行政院二月十六号拍板住宅三件 只要符合资格 房贷族将一次性获得补贴 政府将运用意后特别条例规划 房贷补贴方案 针对一定家户所得以下 仅持有一户自用住宅的贷款 且一定核贷金额以下者 来提供每户一次性三万元的支持 预估可以减轻五十万 五十五万的贷款族 房贷族的负担 房贷补贴标准需要符合两大条件 首先家户所得在一百二十万元以下 台北市房贷核贷金额在八百五十万元以下 也就是总价一千两百万以内的房子 北市以外核贷七百万元以下 约一千万总价的房子 就可以申请一次性的利息补贴 而针对租屋族政府变列三百亿的租金补贴专案 但有民众反映房东不愿提供资料 造成申请困难 行政院也确定 未来免付房屋和房东证明资料 满十八岁以上就可提出申请 这一项政策的一个重点 最主要是减轻中低薪房贷主的一个居住负担 不是鼓励未来要买房子的人 也不是用于购买高房价的这个民众 也不会去补助到出租房子的房东 大家关心的青年购物的储蓄支持的一个机制 我们目前也正在进一步的一个研议当中 内政部长林友昌指出 政府正在思考青年购物基金支持机制 让有购物意愿的年轻人 能够顺利在一定年限存到买房第一桶金 不过由于政策需要进一步共识 后续定案之后再对外说明 新台湾电视直天理沈为童 台湾台北报道 好 民生消息来看到 鸡蛋价格每台金上涨2元 重新回到每台金52元的历史新高 金军院副院长郑文灿今天前往卖场实地访试 郑文灿表示设下三个目标 一是买得到 而是价格合理可以接受 但是确保鸡蛋自给自足的比例 而这三个目标都要达成 确保在这个民生物资的供应 在市场上价值上买得到 做最高的原则 那从批发价从50块提高到52块 那涨幅大概是4% 当然如果从去年算起的话 应该涨了大概5成左右 不过比较美国跟日本 那么台湾的涨幅是略低于他们 我们还是会很密切的注意价格的波动 证愿措施部分郑文灿表示 预计营业税减免政策展延 让鸡蛋的成本可以下降 另外加工蛋及原料蛋也将做调整 让民生鸡蛋能够多一些 内外会预估二月底或三月初 供应会恢复 郑文灿也呼吁民众不要囤积鸡蛋 联发科发布天机7200行动平台 这是联发科技天机7000系列的首款新平台 整合联发科第六代AI处理器 低功耗 拥有先进的AI影像功能 游戏优化技术与5G联网速度 采用联发科技天机7200行动平台的终端装置 预计将在今年第一季度上市 日媒日看工业报道 台湾晶圆代工大厂联电 看好车用晶片需求稳健 考虑投资5000亿日元 在日本三重县桑明市的 现有晶圆厂区内 再新建一座新的晶圆厂 联电对此表示并无此事 日本电装诸事会社和联电日本子公司 USJC去年曾共同宣布 两家公司已经统一在USJC的 12寸晶圆厂合作 生产车用功率半导体 特斯拉在官方推特宣布 全美部分特斯拉超充站 很快将对所有的电动车开放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 在全国拥有50万个充电站 官员表示到2024年底 特斯拉将在高速公路沿线 向非特斯拉用户开放 3500个新的现有超充站 同时也将在饭店餐厅等场所提供速度相对慢的一般充电站 印度航空将斥资600亿美元 约新台币1.8亿兆 向波音级空拔公司订购470架喷气式飞机 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一笔民航飞机订购交易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但你看到 在美日和三国联手 对中共实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的情况下 现在有消息传出 荷兰艾斯莫尔的前中国员工盗取商业机密 而对此公司表示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而外媒彭博士报道 这名中国员工是一名男性 从公司内部存放机器技术资讯的软体系统中窃取数据 知情人士表示 这个软体系统中包括了制造尖端晶片的光刻系统的详细资料 15号荷兰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艾斯莫尔发声明表示 艾斯莫尔最近发现一名前中国员工盗用机密资讯 这些资讯关乎其专有科技 我们正在调查此事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结果 我们不认为这次盗用对业务有重大影响 不过艾斯莫尔也指出 由于这起事件 部分出口管制规定可能已经被违反 公司已经向有关当局通报这起事件 并采取补救措施 同一天艾斯莫尔发布2022年度报告 艾斯莫尔表示 尽管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但预计2023年艾斯莫尔的净销售额 将增长超过25% 达到61亿到65亿欧元 牟利率介于49%到50% 预计将投入9.65亿欧元进行研发 艾斯莫尔执行长维尼克指出 2023年商业环境存在能源短缺 通货膨胀 消费者信心下降和经济衰退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 维尼克也谈到美国荷兰和日本三国 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 维尼克表示 我们了解到已经采取的政策将涵盖现金的光刻机 以及其他类型的设备 这项协议的条款尚未公开 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 我们预计政府将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来制定和实施新规则 不顾维尼克预计 对中出口限制不会对艾斯莫尔2023年的预期 产生实质性影响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可新装其林综合报道 好 但靠今天的产业动态 高通推出新款的Snapdragon S75 与S72 5G数据机设评系统 预期商用装置2023下半年推出 另外东台近期跟奇美医学中心 携手艺业结盟进军医疗产业 而服装制造商巨洋表示 客户近期虽然还在去库存 但评估已经近尾声 去年营运将呈现倒吃甘蔗的趋势 而库航指出台湾航线航班 已经恢复6到7成 受到外界瞩目的皮卡丘彩绘机 预计3月24号来台 好 再来看到 亚洲指标烘焙展 台北国际烘焙计设备展 今天16号台北登场 超过360家厂商 使用1600多个摊位 吸引民众前往 而进入后疫情时代 今年烘焙展主题为共创新时代 主办单位期盼 在产业重启的关键时刻 注入创资所代表的创新与创造精神 见证台湾烘焙业 以后的蜕变与创新 展现台湾烘焙实力 而今年随着物价原物料上涨 也吸引不少民众前往 取找优惠的价格产品 武汉医保改革爆发大规模的抗疫 反映中国财政出了问题了吗 下期新闻我们带来了解 欢迎回到新唐人财经新闻 但靠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讯息 首先 伯伯社报道 中国2兆美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 发出新警讯 经有时报报道 世界银行总裁马尔帕斯将提早卸任 华尔街日报 如果债务上限僵局无法解决 美国最快可能7月违约 另外 日本经济新闻 访日游客消费复苏 1月访日的游客达到150万人次 预估2023年将比去年增加2兆日元 但您关心 中国武汉周三再度爆发大型的抗疫游行 大批退休年长者聚集在位在汉口的中山公园 要求撤回医保改革措施 而中国当局近期是大幅削减民众的医保金 有武汉民众向媒体表示 这反应地方财政没钱了 而海外舆论也普遍认为 武汉事件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崩盘的一个讯号 好 欢迎关注中国经济 现在中国掀起的提前偿还房贷潮 还有银行是拉高还贷的门槛 数据显示 中国超额储蓄率是超过历史的平均水准 我们请教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现况的台商 廖靖章先生 你怎么观察这样的一个现象 还有近期武汉还有多个地方 是出现了退休老人家上街抗疫 医保改革的罕见情形 这部分您怎么观察 这个事情看起来是不相干的事情 实际上它就是一件事情 中国财政匮乏 我们先从人民的储蓄率开始讲起了 中国超额印了那么多货币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这些年它的通货膨胀不是太严重 因为它有一个所谓的房地产 这么大的蓄水池 所以大部分的人 包括中产阶级 他们买了房之后要贷款要按揭 所以他们最大的财务是被锁在 房地产这一块 所以一般的社会的通货膨胀并不是那么严重 如果以它印了这么多钱的话 应该是更严重 那现在为什么会超额数据 第一没有投资管道的 外资都走光了 不要说走光了 走了一半以上 所以它现在没有任何投资管道 其实它不敢再买房地产了 都知道以中国这个经济 房地产下去了 像马云讲的 很快就房 房地产就白菜价了 所以人民不敢去买房 没有投资管道 所以它只有把钱去存在银行 所以银行的钱会特别多 我甚至有北京朋友讲说 你只要有房子的话 有资产的话 银行会跟你打电话跟你讲 我现在借你50万 不用任何担保 你每个月只要还利息就好 然后10年后一起把本金还给我 这种我们不能想象的操作 他们就来说 为什么 因为银行收了太多的存款 没有能力放贷出去 真正需要的企业 他可能不敢带 因为你可能没有保障 就是没有抵押 但是有抵押的工厂 他们还能够运作 他们现在也没有新的投资的计划 所以变成说银行很多钱放贷不出去 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些所有政策做得很过火 中国的 我说他们的系统性崩塌 就是因为一件事情 他们的做法跟我民主国家做法不一样 我们现在衡量 衡量 民间的情况 他去做政策 他们不是 他们就一个政策下去 我就是要借给你 你怎么样 不用抵押 10年来只还利息 这种情况只有中国人做得出来 还有你说医保的事情 医保是两个礼拜前 我就在柜台的节目 新闻大货姐讲过这个事 因为广州本来他们的医保卡 每个月有484块 后面给他 今年给他降到160块 少了三分之二 所以广州他们大规模的出来抗疫 因为这些人他不是农民 有这些医保都是体制内的 体制内的人他们认为 这不是你政府恩赐给我的 这是我们的契约关系 就是我的保险 我的一定要保险 你片面的终止我的保险 所以他们找了一些律师出来提告 没想到响应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广州政府已经承诺下个月补回来了 但是内地没有 其他的地方并没有补 所以蔓延到武汉 现在甚至也蔓延到大连 武汉也是本来他们只有260块 现在降到80块 大连也是降到80块 你就一般来讲都是去掉三分之二多一点 所以说这个事情 未来引起中国内部的反弹会很严重 因为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 而这些人都是本来共产党的党卫军 这些人是维持中国政权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力量 因为他们是得利者 是得利者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 是靠着他父母的退休金 在补贴他们的生活 很多人工资如果不是特别高的人 他养家养小孩是根本就养不了 所以他们的父母的退休金 对他们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说这个群体其实是非常大的 包括限职 我刚刚讲退休了 限职的公务人员 2021年这是前年 就已经开始减资了 减工资了 一般是减三成 三成这是工资 但是其实体制内 为什么那么多人抢着去进入体制 因为他最大的 就是所谓的福利津贴 这些福利津贴 其实加起来可能超出他本来的工资 福利津贴已经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2021年就没有了 甚至动到他的本心了 本心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事情 为什么产生这么严重 这些都是维持中共政权 稳定最大的基础的党位军 共产党既然要动到这些人 很明显他真的撑不下去了 外面没有韭菜歌 外资走了 企业关了 然后自己的党位军 他都要去动他的话 我们一直都说 共产党的财务已经垮 财政的垮 以前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是随便说一说 有时候我们就唱出来在中国 你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到 我自己的最亲近的一群党员 政治公务人员 在职的退休了 他都要去动人 他是真的 真的撑不下去了 撑不下去了 这应该 他自己自己 做到这个程度 应该他也 没有办法了 所以从这一点 见回之处 就是他的财务状况 财政状况到底有多严重 聊天机器人 ChatGBT引起全球关注 不过马斯克市井有风险 下期新闻 我们带您了解 回来 AI聊天机器人 ChatGBT的推出 引起各国科技企业 是纷纷投入相关发展 不过身为开发商 共同创办人的马斯克 是再次对人工智慧的发展 提出警告 他认为有必要被监管 ChatGBT 我认为有必要被监管 对人们的发展 有多大的智慧 我的关系是 智慧 如果有什么不错 如果有什么不错 反正的反应 可能会太慢 从一个平台的观点 什么是最大的危险 在未来的 就是智慧 那你看明天二月十七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首先美国公布一月的进出口价格 英国公布一月的零售销售数据 法国公布去年十二月的新屋销售 一月的CPI 另外台湾主机总处公布一百一十一年 十二月的受雇统计 以上是二月十六号的新唐人财经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沈维彤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